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双肩论股 我们来看看这个ThetaSonic 这只是我双肩论股 YouTube Channel里面的一位会员 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Channel里面按这个Joy Button 参加会员 嗯就有股有问呢 他这只股呢又拿到Project 又拿又好像不错 为什么股然后又有很多share buyback 为什么股价会跌呢 啊老实说 呃股价会不会跌呢 是不需要理由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现在是4点钟嘛 他刚刚好呢 就是停在这个20天均线 20天均线是0.505 他现在的价钱就是0.505 啊如果跌破20天均线的话 是一个危险信号啊 危险信号 OK 他的最后防守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 200天均线这条百线 也就是0.49 意思是说 他跌破0.505 如果你不要卖的话才可以啦 但是如果再次跌破这个0.49 也就是这200天均线 这个就是 非常危险的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 卖出信号 呀 可以看到这个200天均线的 又是刚刚好对应他这个筹码风的最高 所以 呃有这个工整嘛 然后就说跌破了200天均线 又跌破这个筹码风的最高价 然后之前这边又有一个蓝线看到吗 蓝线 更高之前又跌破这些 呃指标 基本上跌破200天均线就是一个 呃 就是一个 卖出信号 啊 可以是confirm了的 呀 呃 就有时候操作就是这样子 跌破的话就要卖出去 避开风险 可能今天跌破明天又起飞来的 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明天的东西我们不知道 但是 如果今天是说要卖的话就卖吧 走最后防守200天均线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呃 你的钱你自己做主 谢谢大家